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你认为一个人的颜值重要 还是内在更重要呢 一个富有的丑女 和一个平均的美女 你会如何选择呢 如果你犹豫了一下 不妨看看我们今天 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部 日本喜剧电影 变身西装 男主大幕是一名餐厅老板 他的人品和性格都非常好 烹饪技术更是一流 但是因为肥胖 导致他一直不受女生欢迎 这天餐馆突然来了 一个漂亮的女生宽子 大幕对他一见钟情 然后非常高兴地拼用了他 通过相处 大幕发现宽子 似乎总与自己对视 原来宽子对大幕 也是有好感的 在上学的时候 有个贫困的老人吃霸王餐 许多客人都看不下去了 只有善良的大幕 主动为老人给予帮助 同时也在宽子的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大幕按捺不住爱意 向宽子告牌 宽子询用大幕 为什么喜欢自己 大幕待生多年的直男 属性爆发 一句话就让宽子错认为 大幕是个看脸的渣男 于是失望地转身离开 还辞去了餐厅的工作 但大幕还是不明所以 认为是自己太胖太错 才让宽子泪奔离开的 半夜为自己的胖愁感到痛心 俗话说得好 人靠衣装 马靠安 第二天他决定去商场 买一套帅气的西装 然后就被带进了一家男装店 从而获得了一套变身西装 据说可以让宠男变帅哥 大幕完全不相信老板的鬼话 刚想离开时 老板拦住了他 亲自脱去自己上身的西装 给大幕展示看 随后老板从帅哥 变成了糟老头 这让大幕感到非常的惊讶 接着他穿上了变身西装 瞬间变得非常的帅气 周围的女生都被他所吸引 甚至还有心态来邀请他当模特 他以光山性人 作为一名出道通 拍摄时还受到了 顶级女模特的喜欢 同时不穿西装的他 还经营着餐馆 还录用了新的泡泡女员工 他们一起相处得非常的愉悦 但大幕还是比较喜欢 顶居女模特 之后还到女模特家去过夜 刚要为啪啪啪洗澡时 他忘记了电影场的主妇 原来这套变身西装 是不可以沾热水的 大幕刚洗完澡 就看见镜子里肥胖的自己 只好偷偷摸的从模特家 留走第二天恢复正常时 才向女模特道歉 可这时经纪人要求 大幕来拍一组洗澡的照片 他慌张地拒绝了 这让原本记住他的同事看见 认为大幕不能拍照 一定有什么隐形 于是故意将热咖啡 泼到大幕的增长 幸亏大幕在变身之前躲了起来 当晚他又去找店长 想要防止变身西装 店长表示确实有这种西装 但一旦穿上去 就再也变不回去了 这让大幕有些犹豫 决定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可是在坐公车时 却被大妈当成色狼辱骂 甚至被人殴打 大幕觉得自己要是穿着变身西装 一定会是截然不同的局面 于是他一气之下 穿着云九西装 然后立马走上T台走秀 走秀前有电话通知 女员工本江出事了 导致他走秀时心不在焉 接着他向众人道歉 在后台情急之下 跨破了手腕 西装居然被脱了下来 随后大幕向女模特道歉 表示之前 自己喜欢的是他漂亮的外表 然后一路快跑到医院 这时候才知道 本江只不过是被摩托车撞了 而且受伤的还是车手 这两小伙伴开心快乐 他们来到天台聊天 互相表白 接着本江脱下了西装 原来他就是穿了西装的宽子 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大幕爱上自己的内心 影片的最后 宽子终于和大幕走到了一起 尽管影片是在强调 做自己强于一切的大道理 但是让丑男变成美男的桥段 还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故事 爱美之心仍皆有之 当天生丑陋 梦想俊美 似乎就成了求之不得的追求 而让美男又变回丑男 却又成了另外一个 不可理解的事情 当然电影中还有太多的不可能 我们也不会对所有的事情都信以为真 毕竟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如果一定要校正片中 寓意没什么说服力的话 那集中温情的小片段 还是足以让人回味的 当我们面对悲催的生活时 默默地偷窥一下别人的快乐 或许真的可以治愈一下自己的伤痛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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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